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我是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總督察政責任 今天我想就著一宗藐視法庭案件的判刑 和大家作出一個簡報 在2019年的11月 警方發現有人在一個網上的社交媒體平台 發布兩則煽動使用暴力的貼文 意圖對他人造成非法的人身傷害 網絡科經過深入調查 在2019年的11月14日 在銅鑼灣拘捕了一名36歲姓宋的本地男子 由於這名被捕男子的行為 同時違反了高等法院在2019年10月 頒布的臨時禁制令 禁止在互聯網上 或者是媒介上促進鼓勵 和煽動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暴力 警方在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之後 律政司司長向該名被捕的男子 展開了藐視法庭的訴訟程序 而在今天即是2022年的1月18日 高等法院嚴重法庭作出了判刑 裁定該名的被捕男子藐視法庭 判處了監禁21日 緩刑12個月 並需要按理常基準 去支付律政司的重規 合共是港幣18萬元的 至2019年的6月 警方留意到 在網上有大量的煽惑 或者是鼓吹暴力的言論 而這次案件 亦都是手中因為違反 禁止在網上 煽動暴力的臨時禁制令 而作出判刑的案件 警方歡迎法庭的裁決 強調案中的被告 所干犯的違法行為的性質 是十分之嚴重的 有關煽動暴力的言論 或者是會引起嚴重的社會暴力事件 破壞公眾秩序以及公眾安全 市民不應該漠視網上言論的法律責任 而這一類型的煽動暴力的行為 是在一個法治的社會上面是不容許的 警方相信有關的判決 已經起到阻嚇的作用 警方是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 但是如果有人藉著在網絡世界 作出違法的行為 以及去發佈一些煽動暴力的言論 警方必定會嚴正執法 以維護香港的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 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 高等法院在2019年 以及2020年所頒布的三份 分別禁止針對警員 鄧募警察 司法人員以及其家屬被起底 以及滋擾的行為 及在互聯網的平台 或者是媒介上促進鼓勵 或者是煽動使用 或者威脅使用暴力的臨時禁制令 到現在是仍然生效的 違反禁制令的人士 有機會干犯了示法庭罪 大家事物以身示法 警方重申 互聯網的世界不是一個無法可依的世界 根據香港現行的法例 所以大部份針對現實世界 用來防止罪行的條例 均適用於在互聯網的世界 我今天的簡報是這麼多 我們現在的發問環節即將開始 如果想問問題的記者 麻煩先舉手示意 我們的同事就會拿一支咪給大家 然後麻煩大家講出 自己屬於哪一間的傳媒機構 然後就可以發問的了 大家可以問問題的了 好啦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問我 香港警察的VChat官方帳號 2022年1月正式退出 你關注了沒有 你關注了沒有 到我們了 我們要寫死掉 如果大家會否認真 你能不能進行 因為你不習慣 發作談生不知 於是 沒有 發作英雄